eerste日曆 各位長官,我是樞林村的村民 今天要來開會,我們也沒接到通知 也沒接到東西 是我們的委員臨時通知我說 誒今天要上台北 淡寶署開會 既然要遵循我們的土地 要開協調會 也沒有通知我們 也沒有協調過 表面上文章一天照覽說 我們晨熙已經送到上面來了 切切實實我們根本就沒有收到控制 然後我們在市集在那邊已經住了幾百年 我們把山海防水的土地 就化為農業區 為什麼其他的地方不去開發工業區 為什麼要利用特定農業區來開發工業區 而且它的面積也只有28公頃 根本不具備大規模的工業區 有一大堆的 好山好水的地方 要把它破壞掉 我們後來的子孫以後我們的小孩子在讀書 以後要吃什麼 是不是憲政府以後要幫我們養小孩子 你要拿出一個具體的方案 只是到一位的徵收 我們市集在那邊 被土地被你徵收來 由我們下一代的小孩子要怎麼過 到別的地方 以目前的價錢能買到那些土地嗎 能繼續生存下去嗎 腳健保重保那些全部要費用 那由我們從哪邊來 我們市集在那邊工作了幾百年 世世代代都住在那邊 本來好山好水 現在中心工業區已經把我們污染了 根本沒辦法基礎下去 地下水污染 空氣污染 晚上的工業區大量的盤上 已經給過了 錯過空氣 報告縣政府說 水污染也沒有問題 空氣污染也沒有問題 樣樣都沒有問題 切切實實是已經污染了 一百十幾甲的農作物 全部都死光滑 你說沒有污染 為什麼農作物會死光滑 一手之刀 沒有用到中心工業區都乾乾水水的 農作物都很漂亮 只要被污染到的 整片一大片的 分明的 所以你先制服說 一天到晚說沒問題沒問題 我很擔心這下一次 中品工業區再開發下去 我們根本都沒辦法基礎下去 要怎麼生存 我希望我們上級長班 好好的 替我們人想一想 因為我們本來特地農業區就是 好山好水在那邊種田 現在被人一開發農業區以後 以後根本都沒辦法繼續生存下去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那邊位是條例獻合在這台協會楊長正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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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